看到不看到分別嗎 大家超好用 大家一定要去買 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金 踏入二月了 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新年 不是新年 情人節 情人節我們當然要保持做好儀式感 無論你有沒有伴侶 我都拜託你那一天要整整齊齊打扮好自己 所以我就為大家準備了一個 會提升到對方好感到的妝容 以及兩個不可能坐在情人節穿搭 無論你是擔心拍拖還是結婚 以下來說的東西都一定適合你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第一個妝容 我們第一個步驟就先要塗一塗 Lit to Stardust 的調色防曬 因為我其實是不會塗粉底的 所以我永遠都是用調色的防曬 去調整好原本Bass的顏色 那那些人是怎樣一路說話一路化的呢 但我看到已經立即令到爆了 好 現在已經提亮了我的膚色 而且看到沒有那麼暗沉 那第二步呢 我們就會上這個遮瑕膏了 那遮瑕膏呢 我就一直都是用這支Perry Paira的concealer 大家猜猜它多少錢 40元 就是用完了 我之前一直都有用粉撥上的 但我的朋友跟我說其實用手指上呢 是最容易把它和你的膚色融為一體 那這樣點幾點 那這支concealer呢其實是很薄的 那我平時也會塗上眼蓋 好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眼周已經沒有那麼合了 我真心覺得這支40元的concealer是挺好用的 即是貴的我都用過 但是不是便宜就不要用 大家不要誤會 韓國的化妝品真的很好用 好 那第三樣呢 我就會塗進Perry Paira的eye shadow 我剛剛看到呢 現在是有減價了 現在是做了93元 那它有四個顏色 通常我只會用這三個而已 那第一層呢 我們就先用最淺的顏色打好底線 那就掃在整個眼窩的位置 那之後呢 就會用這隻色 塗在這個三眼皮的部分 就是塗在三眼皮和雙眼皮那幾條東西之間 那之後再補多一隻粉紅色 那因為情人節啦 粉紅色是很重要的一隻顏色 我不是很適合塗一些很深色的eye shadow 因為我太白了 好 有沒有覺得現在已經不同了很多了 現在已經是一個精緻女了 下一個步驟就是要畫眼線 我這次已經幫大家試過了所有藥妝的眼線 選了一支是最好用的 看看我眼線筆是有這麼多一支 支支都用的 唯獨一支不用 Newborn 我是用的 大家說不用 Keronimic 這全部就是膠筆 膠筆 大家說不用的 我也是用的 然後Canmake 大家說不用的 我也是用的 所以我這次這支 大家真的可以去試 因為我眼睛是很容易用的 這支叫做one day tattoo 是在lock on那些有得買的 都是一個藥妝牌 日本牌 我記得100元內就已經有了 好像90元一支 它呢 我試過這麼多支 大家說不會用的眼線筆 只有這支是真的不用的 其他全部都用的 現在畫完一個弧圈之後 我會加少許的角在後面 不太多 少許夠了 看不看到現在 右眼大了很多 我是喜歡用膠筆多一點 因為膠筆比較自然 再畫在左邊 oh shit 大家看不看到分別 我覺得是已經不同了很多 眼睛已經醒神了 好 來到最主要的步驟 就是 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說 怎樣可以塗到一個 太陽花的眼睫毛 好像那些韓國女星 其實韓國女星最近的妝容 都是逐漸放重了在眼妝上 而它會化到眉妝 會很淡 我們今天也想像他們那樣 其實我被人問過很多次 究竟我的眼睫毛是怎樣塗出來的 究竟我是不是去做割蛋白 但其實我完全沒有 我一直都是因為 用這個tooth 因為它有一個齒輪在 可以令到你眼睫毛 逐筋逐筋地掃出來 是會比你平時就這樣掃那個睫毛液 筋筋分明得多 還有更加漂亮的 就是這樣 你完全不需要擔心塗到你的眼皮 是不可能塗到你的眼皮 這個tooth 它可以幫你塗到筋筋分明 現在兩隻眼都塗了 看到不看到那個分別嗎 大家 是不是不同了很多 這個是我最主要想告訴大家 大家聽到我買了這個tooth 超好用的 大家一定要去買 是 手塗都塗到眼睫毛 然後呢 我剛剛不是說過 現在韓國女星的妝感 是令到眉毛很淺 然後眼妝很突出 現在已經塗了眼睫毛很醒神 我們令到眉毛塗起來 會這麼醒神的 一開始你塗這些brow gel 你會覺得眼睫毛不懂得樹起身 但是你塗了幾次 不斷重複在這個位置塗上去 你就會發覺它開始塗到起身 這個步驟很重要 因為我是八字眉 就是我塗下去 所以不塗眼睫毛起身 是會令到個人很不醒神 現在塗上去 會令到整個妝感更加精緻 是不是差很遠 大家看不看到分別嗎 現在已經不痛了 妝感 對比一開始什麼都還沒塗 只是塗了Base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就補一點點 厭漬再加唇膏 就完成了整個妝容 5 2 3就到了 1 2 3 OK 很久沒試過塗一個這麼完整的妝 那我現在已經化完整個妝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覺得這樣就很漂亮了 現在就說穿搭 第一樣就當然不少得食物 那這次很感謝Anna Luisa找我合作 其實他們還沒找我之前 我已經認識這個牌子了 他們是出了什麼響應環保 是專門用回收的手飾去重造衣服 所以相比起一些一線的歐美品牌 他們的價錢是非常親民的 那這次呢就選了深深的耳環和頸鏈 去搭我第一套outfit 那其實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現在深深的頸鏈是很多人戴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一直都很想要調深深的頸鏈很久 那這次就搭上了 選了那個深深的耳環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深深的耳環呢 他是跟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youtuber 一起taylor make的 我覺得挺漂亮的 整個人的氣色已經不同了 差很遠的 戴飾物和戴 好 講完飾物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真的講穿搭了 那先講上衣啦 那情人節呢 就有幾個妝忌的穿搭 第一呢 就是設計穿一些過度暴露的低紅衣 我不否認小性感是可以吸引到異性的注意 但是你穿到這麼低空的話 別人會覺得你很戰鬥格 而且會令別人覺得你很低俗 那比起一些過分暴露的衣 我會建議穿一些若隱若現的衣 就是好像一些一字膊 露肩頭的衣 其實這樣已經很足夠做到引起對方的注意了 而且這樣若隱若現 其實更加大顯到你的性感味和體質在這裡 那講到下身啦 那另一樣情人節很忌忌的穿搭呢 就是一些過分慵懶的褲 我明白呢 是覺得很舒服 很隨性 給別人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在情人節穿一些很闊腳的褲呢 其實給對方的感覺呢 是會覺得你過分的居家感 那難得你情人節出家約會 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一點那個場合啦 如果好像我一樣都是懶得穿裙的話呢 都不妨可以選一條有剪裁的西裝褲啦 其實都已經夠尊重那個場合啦 好 那第二套outfit呢 我就選了一套成熟一點的穿搭啦 所以我就在Anna Luisa選了一對珍珠的耳環 還有這個珍珠的頸簾 我覺得是跟我現在的outfit是很match的 剛剛已經說過啦 不需要太過暴露若隱若現 都可以吸引到對方的注意力啦 所以我今次就選了一件 少少露肩頭的衣服啦 這件就是藍色的露鎖的衣服啦 我自己覺得它是很美的 這隻色 因為我很少這些顏色啦 時不時有些顏色是很需要的 尤其是情人節啦 我們就穿得斯文一點 還有女人微一點啦 好 那就說下身啦 剛剛也說過啦 就是情人節設計了一些過分腹腳的褲啦 所以我今次就選了一條牛仔褲啦 這條就是剛剛好修飾到我這個盆骨的位置啦 還有白色的褲呢 又可以襯花上面藍色這件衣服 因為鮮色的衣服呢 最好都是襯花一些白色的產品啦 所以我就選了一條白色的褲 襯我這件上衣啦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我覺得這樣就是我已經很滿意啦 還有我覺得對方都應該會喜歡的衣服啦 好 那這次應該是我第一次在一條影片裡 介紹了這麼多女人的東西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條影片呢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 Like、Subscribe和Share啦 最後最後 現在只要用我Infobox裡面的連結 買Anna Luisa的產品呢 是可以有高達8、5折的 那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見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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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